有些人說這裡是日本的最可怕的拼命褲 剛來大阪的第一個車站就是星大空 我是有聽過朋友被阿東威脅的事情 Hank來大阪生活了幾年嗎? 目前住的地方算是大阪的西城區 西城區的話如果沒有來大阪生活的人 可能也會有聽過會有一種印象 好像這裡的自然不是很好 有些人說這裡是日本的最可怕的拼命褲 一個環境 因為我們都實際生活在大阪嘛 住在大阪的人不可能不來到西城區 你在西城區有住過4年左右 那也算是很長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塊區域你生活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先講一下剛來大阪的時候我在福島區 那福島區離大阪就是福妹大很近 它相對來講它的房租也稍微貴一點 不能說稍微 是滿貴的 然後我就覺得太貴了 我住了大概快要兩年吧 我就跟當時的公司說我想要搬家 其實當時的公司是在西梅田 西梅田就是藍縣嘛 那條縣呢它中間會經過很多站 其實一開始想要住最後一站 就是那個住之鄉公園那一站 是比較遠一點 但是它那邊的房租反而又再稍微高起來一些 我後來想一想我常常想要回台灣 又想要上班不用轉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唯一的交集就是 基層區的暗里站跟浴出站 然後這附近一到之後發現 其實環境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因為我以前也在西梯宮附近的Hotel住過 那邊有很多那種很便宜的 對比較便宜的飯店旅館 我當時來交換我提前兩週來 其實我要住15個晚上 你只好住那邊啊 沒有辦法一個晚上如果5000塊那還受得了 你那時候走到耶 新晶宮走走看看 有 剛來大阪的第一個車載就是新晶宮 關係機長下來到新晶宮之後 哇這裡怎麼跟我想像中差很多呢 當時因為是窮學生 旅館有提供免費腳踏車讓我騎出去 月騎就覺得 天啊這裡真的很不一樣耶 後來就大概知道 原來新晶宮那一代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我也沒有遇過什麼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看過有人在路邊上說什麼 有有有 對會嘛 有時候在戲城的人會 對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對對對那那也就還好 我是有聽過朋友被阿道威脅的事情 我這個 但這個我沒有看過 我是聽說 所以就好吧 那至少我知道那一代很危險 但我沒有想到新晶區很大 他從花園頂案裡 浴出 浴出剛好是那個分界線 所以呢 我當時就想說好 那絕對不能找花園頂那一站 太恐怖了 我自己親自來這裡看了三次左右 繞一繞發現 這裡其實跟大滿其他區沒什麼兩樣啊 只是他被西城這個名字給套住了 我有一個前輩住在西城區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為什麼會想住那裡 然後他也是跟我說 房租便宜就很方便 房租這邊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Range 我的房間是28 28米房間 這個大小呢 在這一代大概是4萬到4萬元之間 那算是滿便宜的 但我找房子的時候我想過幾個 我不想找太貴 就是在找房子的時候 那個Apple不是可以指定 你要和室還是養室 我就全部選和室 因為和室的房子年代會久一點點 但是相對來講 它空間會比較大一些 我覺得一個人住的話 如果留學啊 或是在這邊工作 經濟上有限的話 一個人的話其實住 也不一定要住得非常好 因為每個人的選擇需求不一樣 有些人就是席家帶絕 他要有大一點的環境 那我當時只要求兩個 房租便宜跟交通方便 如果待會有機會 我可以帶你走一下風景 這附近真的很不錯 說到租房 我想到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日本租房的時候 會很怕租到兇宅 你當時在租房的時候 有沒有有特別先調查過 是怎麼樣的 我沒有調查 其實日本有一個網站 叫大島鐵魯 它是可以很精細的告訴你說 這裡發生過什麼命案 或是發生那種施工意外 老死必死應該不會吧 反正就是一種意外性的死亡 它都會標注在上面 年份從10年20年到現在都有 所以算是一個地圖嘛 對啊 所以如果有人來日本想租房子 會怕可以兇宅的話 可以查一下 但一般你找房仲的話 房仲是有異物 要告訴你說這個是 事故無間 所以我覺得你是找房仲 那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我是找仲介的 應該不會太大的問題吧 至少我這裡住4年了 應該 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早就發生了吧 那你找仲介的話 當初付的金額是怎麼樣的感覺 基本上在日本租房的話 會有個出息費用 包括火災險啊 然後禮金啊 還有一個月的房租換鎖清潔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譬如說你一個月房租是4萬嘛 要抓6倍 那時候實際部的出息費額有這麼多嗎 我其實當時早發生 我把租金跟禮金都夠零 現在其實也不一定每個都說禮金 也有那種零禮金 也有零壓金 還有那種會有那個cashback 它就回扣你 好像會有這種 越來越多這種 粗銷 我選零禮金然後零壓金 它也沒辦法換鎖 而且我後來才知道 換鎖這件事情你可以拒絕 你就用原來的鎖 我不怕上一個房客來 清潔好像也可以拒絕 但火災保險就 勢必一定要 對勢必要保 仲介費是一定要 過去的經驗是你不要選在熱門的時期 3月4月通常就是很熱門嘛 因為新的年度新的開學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找房子 我當時搬過來的時候是8月 所以我中間費好像只有半個月的房租 那你還記得 一開始初期費用中期花了多少 我講出來你應該會蠻驚訝 我只花了7萬元 我7萬元 對啊 因為我的房租是4萬4 7萬不到2元 很省欸7萬元 包括我自己還有一些朋友 他們來日本 至少一定都20萬日幣以上 可能最多就是到40萬左右 會花很大的一筆錢 而且40萬 就一開始租房就要負擔這麼大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真的是 真的很難 但租下去你就 盡可能不要 不然你一班又再一次 發生出租費用 日本是簽兩年約 我的合約是兩年 我也是兩年 然後續約會再跟你收一個 經費 不一定好像每間的仲介不一定 有些收有些不收 而且我也聽說大阪好像可以 新的燈啊 災難營銷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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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可以的樣子 因為我才剛跟新聞 我好像被收了半個月吧 他是直接會寄一封信到你家 然後 他直接寄匯款單給我 啊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保證人 喔 對對對對 我說到重點了 保證人這件事情真的很麻煩 其實我有蠻多日本的朋友 願意當我的保證 但我也是那種就是不想麻煩別人 所以我後來去找保證公司 因為保證人在日本廚房 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而且你這個保證人 基本上一定要是一個日本國籍的嘛 對 然後有日本國籍之外呢 他要有正常穩定收入工作 對 經過一系列的審核 如果他還覺得說這保證OK 他才不會跟你收這個保證公司的費用 我們來日本的話就是白紙一張嘛 也沒有任何工作啊存款證明 或是你也很難去找一個日本人去當你的保證 你就必須得透過你剛說的那個保證公司 其實當時有一個朋友他願意當 但我就想說算了真的不要麻煩他 他沒有當我的保證人 但我說那至少你當我的緊急若人 這個緊急若人就沒有任何的法律上的責任 不光是外國人 就是日本人自己 本身他們也不會這麼容易就是當別人保證人 因為他這個保證人真的是 你必須會有一些連帶的一些責任 都會白紙黑字寫在契約上面 那時候就很順利找到這個房子 因為這間把所有的家具都搬掉其實很大 竟然只要4萬4千元 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房東住外 所以好美 我常常出去的時候會遇到房東 所以你會跟他寒暄嗎 會 而且我的房東很愛寒暄 他每次聊都會跟我聊20分鐘 我家裡好搭 而且他是一個很老的男孩 他的那個歐山他朋友很重 所以他會一直拿餅乾給我 因為我跟你講拿這個給你 拿這個給你 我聽說日本的房東也很熱情 對對對 真的是這樣 但他有時候會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拿個禮拜天幫我弄一下我們家的花圃 我想拒絕 不過其實他就先塞餅乾給我 這個給你吃下次來幫我弄 你已經欠他人心了 對就會這樣子 但某種程度來講 這個就是這裡比較熱情的地方 有時候我會覺得西城雖然很老很舊 但是他多了很多的那種 人在這裡生存的感覺 有一些地方看起來很光鮮亮麗 但是好像沒有人住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我去西城拍了那麼多集 西城讓我很印象深刻的是 真實的生活感 但一般人可能來日本旅遊 不會特別來到這個地方 去做什麼田野調查 就是去觀光的地方看嘛 但是日本很真實的生活感呢 就是通常都是會 譬如說像西城這塊區域啊 商店街啊 然後周邊的一些店舖啊 就那種很特別的氛圍存在 我蠻喜歡這種 會有人的聲音出現的感覺 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西城其實這一帶連接著 阿貝野區跟住籍區 阿貝野區有一部分 跟住籍區有一部分 是屬於大阪很高級的住人 地種山 其實地種山就跟西城接在一起 然後我有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這邊走到地種山 大概走20分鐘就會走到 進去裡面全部都是名車 他竟然在西城區旁邊 那邊算是 大阪富人會住的一個地方 不動的那種 對對對 公寓啊 是啊是啊 然後旁邊的學校也看起來很貴族這樣 他有很多那種 大宅園丁屋的那種 有點像是富人社區的感覺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坐在那裡 我就 天啊好有錢 但他走 但他坐車站跟我差一站而已 就大家印象比較不好的西城區 自然比較不好的地方 其實就是新金宮艾林的那一塊區 就是第一個 遊民 遊民會比較多 第二個就是會有一些 喝醉的人 走在路上啊 那裡的感覺 確實會 讓我們覺得說 那邊的一個氛圍 好像跟一般日本的街道 不太一樣 不過那也是因為就是那邊 有一群那樣子生活的人 對 你有去過西城區的警察署嗎 有有有 就在那一帶對不對 有一次我為了換駕照的地址要更新 我去了西城區的警察署 你應該沒有進去過吧 沒有沒有 我都看外面 他的門是 是整片是鐵柱 外面有防護欄這樣 對對對 戒備非常森嚴的 與其說警察局很像是看守所那樣 對 但是好像過去的資料中 是不是有過去有暴動 對 西城過去發生了24次的暴動 對 然後有好幾次就是有很多的遊民 加上一些不良的分子 當地就起哄去攻擊到那個警察局 對 所以那個警察局就變就 防護會比較戒備一點 我有聽說過就是 他那個警察局 有一個傳說嗎 還是說法 就是說在那邊當警察的人 人生中會哭兩次 第一次呢 就是當你知道說 你被派署的地方是 西城的警察局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 有點像當兵抽獻被抽到外島 那種感覺 第二次哭呢 是你要從西城警察局被派走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融入當地那種 西城的文化 已經瞭解這邊生活模式 人個人之間的感情已經建立 捨不得了 捨不得離開那個地方 有這個說法 會空兩次 那時候還真的不知道怎麼進去 然後他還跟我說 旁邊有一個小門 你也從小門進來 其實西城區好大 我很喜歡走路 一邊走一邊看 靠近河吧 河的對外是大正區 那一代好像也是很荒涼 然後他也被歸在西城區 但我一直沒有去 你說的應該是那個 柯劍橋上連結在 在往 在金手 對 金手那邊 這個地方就是 霧金川 我有去過一次 對 大阪詭異的車站 那邊可以坐一個渡輪 木金川那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到大正區 那一代 離我家遠一點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走過去 但是 西天下茶屋跟金手站 我有去過一次 真的是很荒涼的感覺 那邊的房價也比較低一點點 你這邊也蠻靠近天下茶屋 對 這邊也靠近 天下茶屋站 我覺得算是 大家來大阪 一定會停過的一站 一定會停過 對 因為你坐南海電車 從機場 你可以直達到南坡 或者是 你如果住在日本橋 你就會選擇在天下茶屋站 轉車 大家應該來過 但是不會附近逛 在附近是 怎麼樣的感覺 他的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他附近有很多吃的 跟疫情之前有非常非常多民宿 與其住在市區 住到這裡比較便宜 然後這裡去機場也快 所以天下茶屋變成一個 過去是很多觀光客會來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 guest house在這邊 天下茶屋很方便啊 麥當勞啊 或是Mr.Donuts啊 那種店 就這些店都有 肯德基也有 實際上的話 在這邊居住 你自己感受到 或者是 你有看過 怎麼樣的一些治安問題嗎? 因為大家可能也會好奇說 實際上住起來的治安 會是怎麼樣的 呃 花園町那一站 我們就不講 因為那一站真的就是 像你剛剛提到的 就是新京宮廷那種感覺 真的會有遊民 會有人在路上上廁所 那按理以南的地方 我認為 比較大的問題是 髒亂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那個 收垃圾的人沒有收乾淨 還是烏鴉去捉它 那個垃圾永遠都會 散落在地上 這一點我覺得 在市容景觀上很不好 西城這邊很多都是舊房子 它不像大樓的那種 慢熊裡面會有那種 垃圾集中床 像我家這邊是 禮拜三跟禮拜六到 可蘭垃圾 然後禮拜二到 平平觀觀 然後禮拜五到 塑膠類的 我們這邊都早上九點以前 要放過去 當你看到垃圾的時候 就喔原來這附近有住 這麼多人 沒有感覺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就是 剛剛你來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小的 地藏王菩薩 有 這個在西城裡面很多 很容易看到 但我不太知道那個是 其實日本在以前的這些 就是地理上的 什麼地方是怎麼樣的一個 過去的歷史 它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西城區過去 在二戰的那個時候 大阪空襲的關係 很多人會在這邊 蓋一些檢疫的房屋 當時當然 那個社會的情況下 他們也是算是 比較社會底層嘛 很多像這種地方 它不會有一個神社 但是當地人民 必須還是要有一些信念 所以很常會看到說 有一些小廟 像一些地藏王菩薩 可能也是當地人 一些知己 對對 我想是這個原因的關係 這帶真的很多 很多很小很小 確實就像你講 西城其實沒有很大的神社 有一個比較大的 但是它被 化在阿貝野區裡面 整體來講西城區我覺得 租的話可以 如果要買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一下 即便我知道它的CP值很高 第一個西城區的優點呢 就是交通方便 這邊住境是便宜 對相對便宜 可以負擔的層面上 比較不好的地方的話 一般大家就會覺得自然不好 自然 不過我這個覺得就是 看個人的一些經驗分享 現在的環境有比 10年前的那個情況下還要好 因為現在也慢慢好像 似乎要轉成一個觀光的方向 我覺得當然這個是屬於 大阪自己的一個地方文化 因為你要說你在日本 要再去找 像西城區這樣子 住民風情 昭和風情的地方很少 都市計畫後 對 對 每個地方都是一直都更 譬如說你在東京也找不太到 在大阪很多地方還保留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很傳統的當地文化 當然一個人去的話 可能安全那些要注意 對會擔心 最好是大家還是接班 對 這樣子會一起會比較好 是 這時候中華學校的感覺就是 一個環衝 它可以先進來 那我們學校的課程不是只有台灣的 一定會有日語課 聽你這樣講的話 它整個教學的流程 就是跟台灣的中小學都是同步的嗎 但是社會課則會 因為日本的角度跟台灣的角度 編出來的內容一定會 即便是同一件事情 可能也會有不同的角度 對